中原古迹带你走起,这里是河南省叶县叶镇的刘秀庙 传说这个刘秀庙是东汉时期 刘秀的儿子东汉明帝刘庄 为彰显其父亲在昆阳大战中的丰功伟绩 而是国资修建的 现在我就带大家看一下 这个刘秀庙历代都有修设 明朝的时候达到了全盛 到民国的时候,吴佩孚,唐恩伯的部队对其进行了破坏 建国以后又进行了重修 这个就是大门 现在门锁着,我们一会儿从侧门进去 可以看到在门前有一个古代石碑的碑座 这碑座的前面原来是有头的 如果是龟头,那就是龟腹 如果是龟头,那就是臂戏 我们现在往里面走 能不能那么好了 他就是龟头 我还是龟头的门 这也就是龟头的门 那个是龟头的门 如果是龟头的门 对,龟头的门 好快 还是龟头的门 就很像龟头的门 那就是龟头的门 好快 是龟头的门 或是龟头的门 这还有龟头的门 如果是从正门进来的话 应该是这个视角 也就是有两排摆树 有点诡异 这两边 里有很多通石碑 前面的几通都是新的 只有这两通 应该是 以前留下来的老十辈 我们先进这个大殿 简单看一下 最开始这个留秀庙 是只供奉留秀的 后来又增加了很多 像镇武大帝了 奶奶庙了 这后面有两颗千年古银杏 原来是有四颗的 在一九五几年的时候 当时学校 为了做那个桌子 就砍掉了两颗 这个很可惜 这个银杏现在还没有发黄 有一部分发黄了 大部分还清着了 如果再过上半个月或者一个月 就变黄了 会非常非常的漂亮 这现在有很多配电 都是解放后 新修上来的 看这个以前托石碑的碑座 就是一个龟腹 上面的龟纹清晰可见 这有两个北手 这被放倒的这几个石碑 都是以前老的 可以看到这上面写的字 大明万历 二十八年 这里竟然有夜宫两个字 这地方是以前的夜宫固城的一部分 问证门 夜宫问证 好老的典故 这是县长 县长 零是鹰蹄 问证门 这个是真武殿 那里面供货呢 自然就是真武大地了 这上面挂的有个小盆 写的是祖师店 这个菊花开得非常不错 挺漂亮的 我们走到后面 最后面看一下 那边的铁皮房子 写的是财神店 这个是光武殿 这个是光武殿 刘秀呀 又称为光武大地 那里面供货的自然也就是刘秀了 有点黑呀 好 这个刘秀庙 我们就落到这里 对 小盆 焦 好 对 非常 我